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看完觉得十二位都用了不同的方式的演绎 其实身边是放了一粒种子 是否完了游街十二了 那我们的工作完成了 那参加者是不是就完了 还是他们真的在这里拿到一些东西 是他们之后可以继续去做他们的创作 我会看这个点 也希望很难得我的机会 这么多人百多人一起做到一个比较大的功能 是很少的香港老师 继续发挥它的效力 亦都是你透过一个艺术的眼光 可以去欣赏生活 就是你未必是继续要做一些 好像我们经常说 要摆到博物馆的艺术创作 但是起码你用一个创意的眼光 去看自己的生活 其实在你各自的崗位 去发挥你的创意 我觉得都是整个社会的背影 《游戒12》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特别的 大家都已经去过了 将会是我们一个新的艺术空间 在这个艺术空间里面 我们是希望透过 搞一些会比较集中 在社区社群艺术的活动里面 我们希望可以推广和提升到艺术的 这个活动就有12个摄影家 就和12个他们自己挑选的 一班特定的 他们觉得是喜欢去 和他们互动的一个组别 就是去合作做这个计划 所以其实我们今次 做了这12个这样的分组 其实都好像做了12个实验 事实上我们就不是说我们想怎样 是我们想知道可以怎样 一会儿大家就会看到一些不同的方向 可以走出来 那我叫Vincent 这个项目开头 就是因为他们 我知道我拍了海岸线的项目在香港 所以就试试在 根据我之前做的方法 在尤家这个项目里面 拍摄一个旧的和新的 看看有什么冲击出来 有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以为用iPhone 应该是一个 相信是一个技术性很低 用的时间很少 但是反而我上了这个课后 其实Vincent 对我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去拍摄之前 其实要对你拍摄的项目 有很多的思考 我会觉得一个城市发展 和科技的发展 去记录那样东西的变迁 拍摄他们自己家附近的海岸线 每个人附近的海岸线 的新和旧 我会看到 我们在这种建议 我们在这种建议 我们在尽量找到 这种人 因为这种建议 是用的 由于1968到1996 作为了 作为了 我们在找到 人们在这种建议 从1960到1990 所以在这种建议 我发现这种建议 我们在这种建议 我发现这种建议 我发现这种建议 跟家庭的家庭的家庭 不只是家庭和家庭的家庭 父親的家庭 他和家庭的家庭 他和家庭的家庭 他們都聊了不同的經驗 在這個家庭的家庭 我亦也想要看 和解釋的歷史 所以我們找到家庭 和家庭的家庭 在家庭的家庭 他們都想知道 在家庭的家庭 或者在家庭的家庭 十五月 你喜歡嗎 這裏就是王都戲院 我爺爺很喜歡在這裏看電影 很感謝這個項目 如果沒有這個機會 我就不會故意和爺爺拿料 更加不會沉根究底 所以這個項目 就給了一個機會 我去認識以前的老香港 其實遊街十二的地方 其實在香港的一個 大都會裡面 其實少有的就是因為 它是一個很舊的建築 一個舊的建築 我便想 他會和一個 讀建築的學生 社群會有一個關係 我便想 建築和攝影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我想到是男人 因為男人其實是 在他最早期用曬照的方式 而他最發揮光大 其實在建築那裏 因為那些師公圖 就是用男人去做的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 建築系的學生 就用一個 一個相機之前的一個 相機前的一個 前身叫做一個 Camera Oscura的東西 去畫下這個 外面的景物 然後再做男人 做他們之後的創作 然後再做多一層 做多一層功夫 我覺得是 這個過程裡面 情感是 多於用攝影去表達 這個活動就學了 怎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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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和建築 去融合在一起 去看這個世界 把頭套進去 一塊黑布裡面 然後在那裡 印出景 其實那個過程 當時也很熱 又浪費又熱 也挺辛苦 但我們之後 印出來 看到效果是很有趣 很特別的 透過一個很古老的 青板照相法 Cyanotype 就可以做到一些 他們獨特 和有意思的作品 因為這是第一次 在我的生活 我用了 照片 我只知道 Hannah的畫 紋身 我只知道 所以我只知道 紋身 所以我問 為何不 我用這個 然後 Kat說 是 你最歡迎 做自己的 傳統文化 第一件事 就是 尤嘉這件事 其實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十年前 我出過這本書 其實差不多 是個人做創作的開始 裡面也有很多攝影師 所以我選了攝影師 因為這是攝影的work 我選了 Almond G 朱德華 有Wingo Tang 鄧巨榮 還有一個 大家可能沒那麼熟識 他是商業攝影的 Rences Ho 我幫他拍 他幫我拍 這就是這件事的互動 最後這張照片 就是經過了 大家互動了六個互動 之後 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 原來他們看我 都是紅白藍的 只是 這是一個community的項目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不是人 反而是那件事本身 那件事是甚麼 我覺得是更重要 參與的人本身 所以我特意做了一張回應 究竟是內容重要 還是 這是不是有一山人 還是不是 其實這個不需要有一山人 大家好像意會了 好像等同了 其實參與社群的過程 其實事情本身是更重要 這件事是更重要 這件事是更重要 全班人 都是一些聽障人士 我們就用這個拼貼的效果 展示遊街 用了這個拼貼效果的目的 是想減低一些盲點 讓大家可以全方位看到 也希望將來也有機會 再學習攝影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在這方面 在拍攝和詩 也在說短的故事 我邀請了寫家 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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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主題 在這地方 這麼多次的訓練 我都覺得很舒服 很開心 還有大家都分享 不同的類型的藝術創作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事實證明給大家看 其實長者寫了很多東西 待會大家有機會 可以看看他的作品 或者網上的時候 在碼頭 在馬寶道 在遊街 直接可以有很多 你認為平時你不會去拍的 都是可以進到你的鏡頭裡面 最重要對我來說 就是導師教我們 怎樣 用眼睛去看 你打開眼睛 其實就等於 有很多的攝影環境 就是在那裡 這個對我來說 是很深刻的 對藝術這件事好像 不是在這裡 其實是在這裡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任何年紀 任何背景 教育 文化等等 我都是對於他們的結果 就很驚訝 就是驚喜 不是那個驚喜 就是多一點 透過這個活動 我以為是可以學到一些 跟阿 Simon 可以學到一些拍照的技術 等等 但結果 anyway是 學不到的 但是學會了 因為沒有教過我們 但是學會了 真的用心去拍 你要問我們為什麼 其實要用紅色布 或者做一些山不像的事情 那我們其實 那時候是 完全是根據自己的 心情去創作 就是我們 將那一刻對 尤加這棟建築物 有什麼感想 我們就 一起坐在群組合 一起討論 就分了一些項目 究竟我們要用什麼 每界去表達這個主題 然後我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用這些素材 這次最主要是 認識了很多朋友 然後 很好玩 這次學到的東西 其實比預期中大的 就是不是學一些 拍照技術 其實是學異念 就是不要拍一張照 純粹貪美 其實裡面的靈魂很重要 不是那麼悶彈的東西 當一個項目是玩 但重要的是 大家整個過程很開心 那個過程是想像不到的 就是我是莫名其妙 參加了這個項目 又莫名其妙 認識了這些傢伙 那麼 又 又 就是這樣一個 connection就出來了 所以 所以那些 chemistry 有時候你不知道 我覺得二手店 其實那些東西 其實是人們用了 就不要被拿出來賣的 那會不會跟這座建築物的狀態 有一點點一樣呢 因為這座建築物 其實都是可能 以前是很有用的 曾經是 就是 很多人都聚集的 但現在就變成一個 好像擺東西的地方 或者可能 已經被人遺忘了 有些類似的關係 那我就會在那裡找一些東西 想放進去拍 看看 會不會有些東西 可以 碰撞到出來 但是 那一次就是 你自己帶一些東西去拍 那接著 你要自己 去想一下怎麼拍 想一些故事出去拍 那時候 我覺得是挺新鮮的 而且在中間會 逼自己想去 創作過程裡面 學到很多東西 裡面沒有什麼傢俬 沒有什麼物件 那我就來用了裡面的環境 去拍一些照 就是 拍一些 純粹空間的東西 就不是很牽涉歷史 所以我拍這張照片的原因 我是想 用一棵花來代表 我們一些做藝術的人 想用這棵花來 是 擺在一個光的位置 這個光是一個 我特意打給它 它是一個舞台的光 我希望它是 可以成為一個新的舞台 給一棵 小的花 可以在那裡成長 在那裡開花 有差事的